这是一个他不愿谈论的事件 但这件事影响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的生活 现在的Moss Pawn原名叫Kevin Parker 他和朋友Charles Hickson声称 他们曾在钓鱼时被外星人绑架 1973年的帕斯卡古拉事件 Pescagula Abduction 发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 帕斯卡古拉的一处废弃就造船厂附近 曾经轰动一时的事件 据今日美国今日报道 40多年前 Parker和Hickson在帕斯卡古拉 Pescagula河边钓鱼时被外星人绑架 现在Parker写了一本书 帕斯卡古拉 近距离接触我的故事 Pescagula The Closest Encounter My Story 此书是Parker所提供事件的第一个完整记录 还包括此事如何影响他的生活 书中纳入多幅照片 文件和报纸文章 Parker希望此书能澄清一些真相 这发生在1973年10月11日 Parker说 那天我们下班了 我和一个朋友去钓鱼 他表示 当时他们来到一个废弃的造船厂 前面有一个小墩 两人坐在码头上 我猜是晚上60左右 他天刚刚开始变黑 但好像有一轮明月 Parker说 他注意到蓝色的光 大光从水中反射出来 他最初的想法是 执法人员已经到达 告诉他们需要离开这里 然而 当他抬起头时 他意识到 光线来自一种 他从未见过的东西 一道大光从云层中传出来 Parker说 这是一个令人目眩的光芒 我来转发明的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帮你装着 帮你 帮你 我来帮你 这是我的 我来帮你 帮你 他帮你 你 帮你 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说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是谁时 他就换了工作 搬到了其他城镇 这是他不想讨论的事情 到今年10月 我已经度过了45年 巴尔克说 我从来没有谈过他或想谈论他 我的朋友很少 但他们是真正的朋友 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我从来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我的家人从不谈论他 他说 但巴尔克在参加Tixson的葬礼后 开始改变主意 在那里他接触了多年未见过的人 他觉得他们关注他 胜过关注死者 我在葬礼登记出签名 人们认出了这个名字 巴尔克说 他表示 妻子在回家的路上告诉他 你需要写下来 巴尔克考虑了在葬礼上发生的事情 以及多年来对那条河边发生事情的猜测 以及自己的健康状况 他最终同意了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感谢观看